玉器C型龙玉雕龙究竟断带何年? 精彩的玉器是否为中国龙凤的雏形? 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三十载,考古学家郭大顺解密红山文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同时出现了三条龙,最左边的是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文化的C型龙,中间的这个是藏于法国极美美术馆的红山文化玉雕龙,而最右边的这个是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红山文化玉雕龙的残建。 红山文化的玉器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就一直是博物馆和收藏家们的宠儿,但是由于这些玉器大多来自民间而不是考古发掘,所以他们诞生的年代也一直是个谜。 而最终一锤定音为红山文化玉器准确断带的是考古学家郭大顺。 2013年4月中旬,郭大顺先生带着我们来到辽宁省博物馆红山文化陈列馆,解读这里陈列的红山文化玉器。 动物馆红山文化玉是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动物馆玉里头的这种龙比较多吧,有二十多件。 你说这个动物是什么动物,现在也是,过去我们说是猪,还有说是熊, 嗯,但还有说是憋着动物的,这个恰恰说明它肯定是一种动物,对吧,但是抽象,高度抽象, 这就说明当时它对这个动物深化。 2012年年底,考古学家郭大顺终于完成了这厚厚三大本的牛和良红山考古报告。 这是他在辽宁西部从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三十余年的结晶。 可以说,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贯穿着郭大顺的考古人生。 郭大顺与红山文化的渊源开始于1979年,当时他是辽宁省文物普查队喀佐队的队长。 他带领队员们在喀佐县大陵河畔的高岗地上发现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 这是喀佐县境内二十处红山文化遗址当中最大的一处。 而随后的正式发掘更是带给郭大顺不断的惊喜。 1968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郭大顺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 他在辽宁西部从事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十余年,一直没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作为喀佐队队长,与十七名学员一起把全县二十一个公社跑了个遍。 最终,在辽宁喀佐县境内的大林河畔,这个名叫东山嘴的高岗地。 郭大顺以地上散落的陶片位线索展开一段惊人的发掘。 一发掘就发现石头墙,一流石头墙,而且是南北向的,人工器具,对它整理。 所以我们当时就感到这个遗址很特殊。 我们看一下石头墙。 首先才出来这道石头墙,这段墙应该是东山嘴遗址最东北角,这一段石头墙。 你看它这还保持原来的那个位置,它这个资料基本上是沙眼,但是加过工。 特别是它讲究外面这一道,外面这个边都平齐,这样的气起来,这道墙就很整齐。 我们改它这个遗址就很不一般了,所以扩大面积,扩大面积就整个这个遗址,大概这样南北有六十米吧,中西有三十多米,我们就把它全面揭露了。 胡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处于距今五千年到六千年之间的新时期时代。 而这个遗址根据碳十四考古测定,距今五千四百年左右,处于红山文化晚期。 它的南边吧,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坛,这个坛不大,至近二米多吧,这个遗址啊,它这个布局有规律,有规律,南北,北方,南原,两侧对称。 当时当这个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被逐渐揭开面纱露出全貌的时候,人们还不知它的用途,但随后在遗址中的发现,却让所有人震惊。 这个遗址里虽然不大,堆结比较薄,但是也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一个就出了缩像。 在东山嘴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两块人体的雕塑残剑,一个是人体上部,双手交叉于胸前,一个是人体下部,双腿正盘。 这两件雕塑残剑可以看出,雕塑技法十分成熟,手与脚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准确,远非以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泥塑人像无敌,而且它们都为泥质红桃。 当考古人员对这两件东西的出土兴奋不已之时,当天下午,又一件雕像被清理出来。 这是一件小型孕妇雕像,其写实的人体结构被处理得十分生动。 在东山嘴遗址,郭大顺他们发现了一座小型的孕妇雕像,非常的逼真,生动。 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一个放大若干背的这样一个大概的模型,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孕妇雕像腹部远骨,臀部突出,虽然没有头部,但是孕妇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 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发现五千年前的人体雕塑。 而且无独有偶,第二天,在圆形祭坛附近,又一座小型的孕妇雕像出土。 第二天,又一件孕妇小雕像,也在圆形祭坛附近出土。 可以说这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五千年前的人体雕像。 这让当时带队的郭大顺十分振奋。 郭大顺判断东山嘴遗址并不是一般所见的居住遗址, 而是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为一致。 人物塑像可能也和祭祀有关。 那人物坐像啊,就发现在这儿,就在这个底下。 是残缺的? 那就是下面一部分,盘腿那一部分。 上面就是胸部,然后两个手交叉,是这一部分。 它是一个个体,一个个体的两部分,就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就在这附近,就出那两个附近的雕像,就在这一部分。 那您考虑这个雕像和坐像是什么用途吗? 它现在可以,因为这个地方搞祭祀啊,它应该是有这个祭祀的对象。 大概这个大型的,比较大的这个任务坐像,应该是祭祀的对象。 说到祭祀,在东山嘴的发掘中,在方形建筑址附近,考古人员还意外地清理出两件玉器。 一件为双龙手玉黄,一件为绿松石之鸟形式剑。 郭大顺他们还发现了两件玉器,分别是屏幕右边的双龙手玉黄和屏幕左边的绿松石鸟形造剑。 他们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却异常精美。 即使现在通过我们屏幕上的照片,也仿佛能够触摸到他们的质感,尤其是龙头和鸟身体的神秘造型。 以前只知道商周时期有,而上述到新时期时代,不要说我国的北方,即使是中原地区,也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的精美,更是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五千年前红杉文化的产物。 因为那两件一看虽然小,但那种形象就是过去没有想象的。 一个是龙黄吧,两头是龙黄,另外是一个矛头鹰形象,实际就是个凤。 这两件很小,它一龙一凤。 这种形象应该是商周以后的。 所以当时那个地方很单纯的,遗址很单纯,那个地层也很清楚,但是也还是有点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找证。 东山嘴遗址面对开阔的大铃河河川,正对雄伟的马甲子山山口。 战于高纲鸟看似也,我们不禁为五千年前的红杉仙族选择这块祭祀场所的智慧与气阔所探服。 东山嘴遗址的发掘很快轰动了中国考古界。 1983年,以郭大顺的导师苏炳奇先生为首的19位考古专家来到现场。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国史前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导师的启发下,郭大顺开始着手研究红杉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当时这个苏贤是这样,他这个考古学文化气息理性理论提出之后, 他这个气息理论其实说起来也很难,就是中国这个中华大地的若干的地区啊,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发展的过程特征, 而且各地的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大致是通过的,而且相互影响。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再传播到其他的地区。 而著名考古学家苏炳奇先生则认为,在距今大约六千年的时候, 文明的火花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地方共同绽放, 它们像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夺目。 而位于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一样, 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苏炳奇先生将中国人口密集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席, 以燕山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 以关中近南与西为中心的中原,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以环洞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所以苏炳奇先生对北方红山文化出现东山嘴这样的遗址非常关注。 所以83年他就看了现场, 此时期间他看现场之前, 他就意识到这个东山嘴这个发现, 虽然是个小医生, 但是他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有关, 他就踢出了, 当时围绕着大王口会发现一些象形文字, 这个学术界曾经用那个大王口的象形文字提出了文明起源那些讨论。 但是他就听说这个东山嘴就发现比那个要重要。 在牛河良考古工作站, 郭大顺带我们看了东山嘴遗址出土的一件特殊的陶器。 这桶的没有底, 这陶器没有底, 这是东山嘴的。 这件陶器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就是这里陶器它肯定不是适用的, 因为它没有底, 也是和祭祀之关吧。 陶器, 玉器, 陶塑神像, 石头建筑。 郭大顺通过对东山嘴出土器物的研究, 认为这里对研究燕山南北的北方古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苏先生他就提了燕山南北陶古, 这样一个课题, 新的课题。 而且他对这一代的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提议得非常之高, 因为在中国文艺造史上有它很特殊的作用。 东山嘴的考古发掘为郭大顺探究鸿山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在导师苏炳吉先生的指引下, 他果然又有了更加重大的考古发现。 精湛的玉器是否真为新石器时代的厂用? 玉器断带红山时期是否有更加确凿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家郭大顺为您破解红山玉断带之谜。 1981年, 在距离东山嘴遗址大约30公里的一个叫做牛和良的山岗上, 郭大顺再一次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遗迹, 这次发现的是一处墓葬。 在墓主人头顶左侧摆放了一个巨大的玉环, 玉环的直径有21厘米, 是白色的, 玉环上穿了一个孔,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个玉环的横断面竟然是三角形的。 这是红山文化墓葬第一次被发现, 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以前我们熟知的内蒙世丰赛庆塔拉C型龙, 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玉雕龙, 都来自于民间, 而非正式的考古发掘。 所以玉器出土的墓葬情况, 以及地层关系都是未知数, 所以他们的断代年份也就一直无法破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 C型龙被当地农民上交到文物部门时, 郭大顺也曾专程去看古。 C型龙出土的时候就被人误读过? 那也不是误读, 大家逐渐的认识了, 但是我们最初看的也是这个可能, 诶, 放到哪儿也不行。 而且那一代, 它就是不像中原地区, 是这个夏商周春秋战国这样分的, 它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早期青龙时代, 然后商周对农前后, 两周对农前后, 大致有问题。 包括国际上对这个农山玉器, 他们对他们过去是收集, 但是断的年代都比较晚, 但是商代以后啊, 战国啊, 有的认为是楚国的风格, 什么都都有, 所以就是因为这玉器比较进步, 它的造型, 它的工艺都很进步, 而且它和后世的玉器啊, 有千色万零那种联系, 所以大家对它的断代, 没有把它断到新世纪时代里, 考古断代一般用套技来的, 它不是套技, 所以这个断代啊什么的, 还是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找到这个最确凿的证据。 这次牛和良玉环的正式考古出土, 是否会真正揭开红山玉器的断代之谜呢? 郭大顺他们把这个地点编号离, 牛和良第二地点, 并于1984年在这里展开大规模正式发掘, 随后的发掘让所有人惊喜不断, 并再次震动考古界。 之后的清理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 这里是比东山嘴规模更大的, 带有祭坛的基石种群。 在遗址上, 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红山文化陶器, 及其残片。 因为他当时那个不当是有玉也有陶器, 就可以有断代的标识是吧? 因为他这个陶器也不自在墓里了, 但他这个周围的基石种上有的陶器, 也是红陶财陶这样的东西。 这一指红山文化, 这基石种红山文化, 这是没有问题。 那这墓葬也是红山文化, 所以在这里出土中关系清楚, 考古人员地层关系, 地层关系就清楚了。 淘气的出土, 凿拭了二号地点的红山文化标识, 更让郭大顺兴奋的是, 在出土玉环的一号墓旁边, 他亲手发掘的四号墓中, 赫然摆放着三件典型的红山文化带领络器, 一件斜口筒形玉器正在墓主人头下, 两件玉雕龙一锁一右挂在墓主人胸前, 背靠着背影相依相对, 晶莹亮则。 这正是红山文化玉器断带, 急需得到的, 明确出土关系的, 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 红山玉器的正式考古出土。 就这个,就这个墓, 就这个墓, 很小, 这个很小, 这个他可能当时底下垫是土以后, 他就做这个, 没有挖矿, 这个下这个墓一定要大, 挖土矿, 里面再做土关, 这个墓它就是垫土以后就做土关了, 人头在这边, 头底下正一个斜口那种玉器, 然后这地方是两个, 一段, 那边比较浓, 就三件, 红山玉器过去溜传在外面, 后来这个, 到七十年代初就是基本上限定了个区域, 就是在齿峰, 内蒙的东南这几个期限, 和辽宁的朝阳和府序, 就这一代, 这一代恰恰是红山文化风险区嘛, 最后确定还是要正式发掘的, 这个墓, 因为它这三件一切都是红山文化代表这个, 一个那些口同意, 一个是能遇掉了我们, 正式发掘出, 所以我们这样红山玉器一吹一吹一吹。 五千年前是什么人制作的如此精美的玉器, 辽西诺和良, 这个人头像难道真是红山人的先祖, 考古学家郭大顺为您解密红山文化。 至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断带之谜, 一锤定音。 郭大顺通过对出土文物, 尤其是对玉器的进一步研究认定, 这次发觉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些玉器很进步, 造型工艺都很进步, 而且你会感到它和商周以后的玉器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如果能把这样一批进步的一些, 能够定在五千年的红山文化, 那当然对五千年前那一段的历史文化就要重新评价。 之后郭大顺和他的同事又在牛河梁地区发掘了多处红山木杂。 后经人骨的DNV测定, 这些墓葬主人为东亚蒙古人中, 而且墓主人的陪葬形式也独具特色。 他又听了一些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因为这主要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牛河梁现在发现的那些墓葬, 出域区的墓葬, 绝大多数的墓里, 它只葬域区, 越大的墓葬, 你看那些中心大墓上那些墓葬, 很大, 它这里头啊, 就葬域区的数量并不多, 一般三五件, 大的墓葬七八件, 最多的墓葬就发现了二十件, 但是就葬域区, 陶器、石器和其他的器物不随葬, 因为一般那个时间, 那段时间包括以后吧, 它这个墓葬的随葬品, 预期只是其中一部分, 同时随葬陶器、石器, 这是普遍, 这个红杉文化, 它为什么指造于, 因为红杉文化, 它这个陶器和石器也很发达, 因为石器在东北, 这一代它的细石器, 它那个打质石器, 摸质石器, 细石器都有, 而且这个细石器, 它的悬料啊, 颜色啊, 硬度都很高, 它能做成一种工艺品, 按道理一下这些东西, 随葬的墓里也会更适合了, 于石器, 不在, 这是牛河两五号地点, 红杉墓葬的出逐现场, 陪葬墓主人的七件玉器, 渐渐精美, 尤其是握于主人左右手的两件玉龟, 形象逼真生动, 似乎象征着某种神权, 还有这件佩戴于主人身体右侧的, 红杉墓葬特有的勾匀形玉器, 其抽象的图案, 至今无法破解。 而牛河两十六号出土的玉器,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被枕在墓主人头下的玉缝, 线条流畅, 造型华美, 让人不敢相信, 它竟然是五千多年前,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 而这件玉乌人, 是红杉文化出土的唯一玉人造像, 它是什么人, 和牧主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它会和红杉文化的某位宗教领袖有关吗? 红杉文化特殊的影域陪葬的形式, 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呢?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